美國與波蘭星期六在華沙簽署了最近談判 達成的加強防務合作協議 為增派美國軍隊提供法律框架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波蘭國防部部長 布瓦什查克簽署這項協議前 波蘭總統到達發表了簡短的講話 美國國務院在聲明中說 美國縱使與波蘭勞固的雙邊關係 目前約有4,500名美軍住宅在波蘭 根據協議 美軍將會增加約1,000名美軍 你見得別人,他設計了 智慧所一個聲碰錄 你確實心嗎,至於是 你確認注視訊息